美国川普政府4号发函联合国,正式启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程序,退出最快将在一年之后正式生效。 由于美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二大国,美国的退出不但对这项气候协定带来沉重打击,让全球暖化面临失控危机,也将全球气候谈判主导权拱手让给第一大排放国中国。 9月在纽约的气候行动峰会上,知名的瑞典环保小斗士桑伯格就曾激动痛斥各国领袖,不积极解决碳排问题,让他这样的下一代面临灾难,而媒体当时更捕捉到他白眼狠瞪川普的样子。 全球更有100多个国家举行超过2500场抗议活动,呼吁世界领袖加快采取气候行动。 美国奥斯卡影后曾方达也多次在华府前抗议政治人物未能解决气候变迁,并速度遭到逮捕。 然而在各界其身几乎积极对抗气候变迁危机之下,川普以这项气候协定会减少美国的工作机会,造成美国经济负担等理由质疑退出。 气候专家则警告,美国退出确实不利于其他国家对抗气候变迁,同时也对美国有害。 在美国退出之后,全球每年可能因此增加3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与此之际,致力打击气候变迁的法国总统马克宏四号出访中国,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一项协议,强调巴黎气候协定的不可逆性。 由于目前中国是全球捷径能源的最大投资国之一,也使得身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的中国,在未来将掌控气候谈判的重要主导权。 杨广编译林博宏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